小美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五年了 她在北京的一家大公司工作 小美是一个简单的人 不工作的时候 她喜欢在家看看书 看看电影 周末的时候 她会跟朋友出去吃吃饭 喝喝茶 小美喜欢北京 但是她以后不想留在北京 因为比起大城市 她更喜欢小城市简单的生活 她打算再在北京工作几年 然后回到小城市 开一家小小的书店 每天早上起床后 她会去散散步买买菜 回家后 吃吃早饭 喝喝茶 看看报纸 然后去书店工作 跟客人们聊聊天 下班后 她会一个人在家做做饭 看看电视 打扫打扫卫生 想一想 明天要做的事情 周末 她会去看看父母 跟父母一起 吃吃饭 说说话 或者跟朋友们见见面 去海边 一起吹一吹海风 聊一聊心事 每年夏天 她都会给自己放个假 出去旅旅游 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 尝一尝不同的美食 体会体会 不一样的生活 对小美来说 这样的生活 很简单 却很幸福 为了这个小小的梦想 她一直 努力工作着 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可以找到 额外学习资料的链接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